花蓮市公所20号的下午在远东百货花蓮店 举办了宝宝爬行比赛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都一起来帮宝宝加油 而家长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就是要让宝宝向前来爬行 让圆百大厅欢笑声不断 花蓮市公所在远东百货花蓮店举办了 宝宝爬行比赛 每一次都吸引许多民众带着小baby来参加 而活动一开始市长魏家贤是变装成为雷神索尔 和远东百货花蓮店副店长 曾天赤所扮演的太阳神进行的示范赛 效果十足 出发 一二一二 这个索尔宝宝就开始恭喜太阳神宝宝了 一二一二 啊 掌声鼓励 换成了小宝贝 登场时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都一起来为宝宝加油 拿玩具奶瓶 就是要吸引小baby的注意力 欢笑声不断 加油 哦哦哦 哎 终于也前面都挺下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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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办了好几次的宝宝爬行比赛 那我们这一次还是要跟远东百货一起来做这样的合作 那我们除了这个月的宝宝爬行比赛之外 还有下一个月的宝宝搬尿布比赛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阶段的孩子们都可以学习到体验到不同的乐趣 那家长跟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欢乐气氛不断 那也谢谢远东百货 长期以来对于花莲市的一个幼儿跟家庭的一个合作跟贡献 那我们花莲之工所也会持续的跟民间企业长期来合作 其实我们从以前旧的圆摆到现在新的圆摆 这都是我们一系列的儿童的活动 其实主要是让每一个家庭能够留下美好的记忆在每一个时段 其实这些记忆留下起来的话 以后在小孩子的成长历程里面都是一个点点滴滴非常珍贵的一个全家人的回忆 花莲市公所在圆摆举办宝宝爬行比赛 参赛的宝宝是以八个月到一岁为主 活动讯息才刚PO出来 明儿立刻被秒杀 活动现场可以看到满满的人海 都是准备要上场比赛的大小朋友 场面是相当热闹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报道